我一直认为以一个通明者的角度去看因果业力会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 所以,我特意和我的朋友佐摩先生一起探讨这个话题 他是一位中国的萨满,在中国东北地区称之为出马仙 有意思的是,我和佐摩先生的缘分极深 他是我在进入地球轮回前就认识的灵魂 也是我这一生遇到的第二个灵魂是进入轮回前在这辈子再次相遇的 因果业力可以理解为在佛教中的概念 行善受好报,行恶受坏报 每个人都有业力,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冤亲债主 有一系列的罪过和错误 无论是道教,佛教还是其他宗教 都倡导人们去偿还或者超度自己的冤情债主 以减少自己的业力 从琢磨先生的角度来说,任何一种苦难和困难 所经历的果都可以溯源到一个早已存在的因 就拿身体不好为例,可能是因为之前的过度消耗 也可能是出生时的性格问题逐渐演变到现在 因果业力也会和一个人的运势有关 如果运势较好,业力影响不太强 反之,如果人处在运势不好的情况下 业力就会显得格外强烈,因为他们会顺势而为 当人越是遭遇时任,业力就越是显现出来 冤亲和债主影响越大,然后各种倒霉事就会发生 因果跟业力是要分开看待的 因果,业力和道德这三者之间有着互相关联的联系 你要把因果的规律熟悉 这样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以及自己的因果是什么了 业力又是一回事,他也是成反比 不论是累世累生的业力,还是今生所造的恶业 都是不断累积的,累积越多得到的恶报就越多 而且,从琢磨先生的角度来看 因果,业力是互相独立的 但同时也彼此联系在一起 无论是善因还是恶因 都会对你积累功德和业力 我们需要用辩证的思维来看待善恶 比如说放生,你觉得自己在做好事 但有情况下,把淡水的鱼放入海水,就算是在造恶 这其实是常见的好心做坏事的现象 一般,你自己的角度带入他人去考虑事情 就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做善恶事情,一定得用辩证的方法去做 这样才能记得善因和善果 作为一位通明者,随着经历的增多 我们会对因果业力产生一种敬畏和通透的感觉 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选择 会对未来产生重要的影响 通过观察他人的人生轨迹 我们可以认识到自己的转折点 并努力避免陷入悲惨的处境 做出合理的选择来引导自己的命运 这就是为什么,优秀的命运时能够帮助他人去及避凶 因为他们的水平欲高 就越能洞察因果业力的运行 其实,每个人都要承受自己的业力和供业 业力是指个体在过去生命中通过行为和决定所累积的因果关系 而供业则是指与他人共同承担的因果关系 所以,突破业力也是轮回到地球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因为业力限制个体的发展 使其重复经历类似的挑战和困境 要想实现灵性的成长和进步 个体需要做出自我觉醒、自省的努力 并采取积极的行动来解决自身的业力和供业 通过不断突破业力和供业 个体可以实现灵性的成长和进步 并朝着更高的层面前进 因此,因果业力在个体成长和灵性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提醒我们的行为和决定的重要性 激励我们负责任的行动 引导我们进行道德取舍 推动我们不断成长和觉醒 并促使我们以积极的方式影响他人和社会 所以,灵性成长的过程可以被看作是 逐渐认识和理解因果业力的过程 所以我们相信,因果业力是一个人生命旅程中的重要概念 一个人的行为和思维会对他们的未来产生影响 而这些影响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回到他们身上